大家好,下面我们来学习用Viralog HDL描述有限状态机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有限状态机的基础知识 这是有限状态机的组成框图 它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下一个状态或者叫次态组合逻辑电路 二是能够反映电路当前状态的时序逻辑电路 通常由多个触发器构成 三是输出的组合逻辑电路 一般情况下 触发器的数量是有限的 其状态数也是有限的 故称为有限状态机 简称为FSM 状态机中所有触发器的时钟输入单被连接到一个公共时钟脉冲员上 其状态的转换是在同一时钟源的同一脉冲边缘同步进行的 所以也称为时钟同步状态机 根据电路的输出 是否与电路的输入有关 有限状态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迷离型状态机 另一类是模二型状态机 迷离型状态机的输出 不仅与电路当前的状态有关 还与电路的输入有关 图中用虚线表示输入线 模二型状态机的输出 仅仅与电路的当前状态有关 与输入无关 这两种电路结构 除了输出电路有些不同之外 其他部分都是相同的 下面我们来看立体 这是一个模二型的状态图 电路的输入为A 输出为Y 电路有四个状态 每个圆圈表示一个状态 写在横线上方的数值代表线态 写在横线下边的数值代表输出 只要输入A为0时 电路就保持原来状态不变 当A为1时 电路如同二进制技术器一样工作 每来一个CP 技术值加1 其状态庇列分别是00,01,10,11,11 然后回到00 当限态为11时 输出Y等于1 因为输出只与限态相关 与输入无关 因此将输出和限态 一起写在圆圈内部 那如何用Vernog来描述这个状态图呢 在Vernog中 常常用Always结构 以及If-else语句和K次语句来描述 首先 确定电路的输入输出单口 电路的输入单口有三个 一个是数据输入单A 另一个是异部输入单CLR 还有一个时钟输入单CP 电路的输出单口为Y 对保存电路状态值的触发器 用标识符State进行声明 即State为电路内部节点 再使用参数定义语句 将电路的四种状态定义成参数 即用S0到S3分别代表状态 00到11 接下来 描述电路在同步时钟控制下的状态转化过程 以及电路的次态逻辑 这里在Always语句中 列出了两个敏感世界 一个是时钟敏感世界 另一个是异部清零世界 在EF语句中 描述了异部辅慰功能 只要CLR为逻辑0 就将电路辅慰到初始状态S0 在Always语句中 嵌入K4语句 描述电路状态的转换 即在CLR等于1的情况下 在时钟信号CPE上升延到来时 根据当前状态和输入信号 电路进行状态的转换 这里使用K4语句 来描述每个状态的行为 例如 对于状态S0 如果输入A等于1成立 其次态就是S1 否则就是A等于0 保持状态S0不变 其余状态的转换 依此类推 最后 用R3语句描述了电路的输出 即电路当前状态State 等于S30 输出Y为1 注意 在CP信号的两个上升延之间 输入A的变化 对输出是没有影响的 下面 再来看一个 迷你状态机的建模 这是一个序列编码检测器的状态图 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 串行输入数码 当检测到输入信号出现的1110序列编码时 输出为1 否则输出为0 首先 确定电路的输入 输出单口 电路的输入单口 有三个 一个是串行数据输入单A 另一个是异部辅入单CLR 还有一个时钟输入单CP 电路的输出单口为Y 这里 电路总共有三个状态 需要用两个触发器来乘除 于是用 DRAG 括号 1到0 CURRENT STATE Next STATE 进行声明 这是两个内部变量 同时 用参数定语句 PIROMIT将三个状态的名称 命名为S0到S2 并指定用格类码对状态进行编码 接下来 用一个WALWAYS语句块来描述 出发器从线态到次态的转换 其程序如下 这里 WALWAYS语句 列出了两个敏感事件 一个是时钟敏感事件 另一个是异部清零事件 只要CURR为逻辑0 就会将电路异部辅入到初始状态S0 当CURR等于1时 时钟CP的下降颜 才能将次态数据 NextState 同步地传送给输出CURRENT State 由于NextState CURRENT State 是两位向量 所以这里的描述 中和以后会得到两个异部清零功能的底型出发器 最后 用另一个WALWAYS语句描述组合逻辑电路 这里事件控制表达式为 现态 CURRENT State 和输入数据A 只要其中的任何一个变量发生变化 就会执行Begin End 内部的Case语句 跟在Case语句后面的各个分支 说明了状态图中的状态转换 以及输出信号 注意 在mini型电路中 其输出有可能直接由输入信号A确定 而A与时钟是没有关系的 因此 必须将输入信号A放在 表示组合逻辑的WALWAYS的 电频敏感事件列表中 这一点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不能将这里的输出逻辑 放在前面的 时讯逻辑WALWAYS语句块中 进行描述 在MOR型状态机中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MOR型的状态机的输出 只取决于状态的改变 且状态的改变 总是与时钟同步发生的 这个描述 综合后的电路结构 如下所示 每个方框正好与一个WALWAYS语句块 相对应 因此推荐大家描述 有限状态机时 采用两个WALWAYS语句块的写法 不推荐大家将所有逻辑 写在一个WALWAYS语句的内部 可见 利用WALWAYS语言来描述状态图 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步骤 首先 确定电路的输入输出单口 利用参数定义语句 描述状态机中各个状态的名称 并指定状态编码 接着使用WALWAYS语句 描述时钟控制的同步时序逻辑部分 实现电路状态乘除 三 使用WALWAYS语句块 描述电路的组合逻辑部分 实现状态从线态到次态的转换逻辑 最后 还要使用WALWAYS语句块 描述电路的输出逻辑 我们经常将第三步和第四步合并 写成一个WALWAYS语句块 就像本例这样 好 有关有限状态机的行为及节目的知识 就学习到这里 再见